前文在座书接上一回 话说黄老吉就被顺亲王带到了顺亲王府 当黄老吉来到顺亲王面前一阵 顺亲王正一个人在那儿捉棋解门 他并没有黄到黄老吉 对眼始终都是夹着旗盘的 他说 老吉啊 在死炉中蹦了几日 那脑袋清醒了没有 回王爷 小文这几日想来想去 真的拷烂头何都想不明白 王爷 我们两个往日无冤 今日无仇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老人家 搞得你非要整死我那样呢 老吉啊 你没得罪我 但是谁叫你卷入了这场是非之中呢 既然卷入来了 那就不道得你作事了 顺亲王说到这里 就用手指夹起了一只红鞠 王老吉就说 小文愚昧 对王爷的这句说话 还是触摸不透 请王爷你明示 那顺亲王呢 那顺亲王呢 就拿着手里头的那只红鞠 吃了对方的那只黑猪 他说 就拿捉棋来说 你看一下 这只烂头猪 好地地地蹲在这里 招惹了谁呢 得罪了谁呢 但是他不是一样是要被人吃了 为什么呢 鬼叫他是那只烂头猪呢 王老吉 谁叫你是这盘棋上的一粒 任人摆布的猪呢 那我明白了 说到没有 我王老吉原来只不过是 王爷棋局上的那只烂头猪呢 是不是呀 顺亲王敢先担高头 目光从王老吉的面上一掃而过 他说 说话就不可以这么简单 就讲猪子来说 猪子和猪子都是不一样的 在没过河之前 他只有任人宰割 但是一旦过了河 就等于李宇约过了龙门 那就可以横行霸道 去吃其他的棋的了 就讲你和你的徒弟孔生了 在进京之前 都是一戒暴衣 区区草民 但现在 一个在死路里头 随时都会被拉去赛使口 开刀文斩 一个 是堂堂的朝廷五品大员 手握生杀大权 你自己说 这个是不是天渊之别啊 王爷你的意思是 想叫我捧着良心做事 牺牺牲人家来保存自己了 是不是 王老吉 你个人这么聪明 画头醒美 不用本王画公仔画出场的 这个时候 欲触就马上走过来 放下了份口供 在王老吉的面前 还递一支笔过来 王老吉看完份口供 他说 王爷 恕老吉万难从命 说完 还劈了一支笔落底 信亲王 迫视了王老吉很久 还护低腰 执起一支笔 重新塞在王老吉的手里 说了 老吉 本王爱惜你是个人才 再给多次机会你 放心 本王不舍得杀你灭口的 事成之后 还要留你来帮本王看病的 王爷 成蒙你困了我入天牢 其实这几人 我都没有白猫监的 总算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呢 迟早都是要死的 最紧要的是 不要弄坏自己的名声 免得被后人堕骂 王老吉说完 又再重新 弄了支笔落底 这魂信亲王就call out 你真正是不适抬举之人 敬酒不饮饮罚酒 人是 拉下去 大应事后 都不知过了多久了 血肉模糊的王老吉 被重新 弄坏入天牢之中 木蝴蝶看到 马上破过去大声 说 溪爷 溪爷 你没事 溪爷 黄老吉 慢慢地 省了一对眼 轻轻地 拎了下头 这时 一个公差来到监房 递着一个药瓶过来 说 孔生孔大人听说 对王老吉用了大型 放心不下 专专在同仁堂 买了一瓶最好的云南白药 差小人专程送过来 木蝴蝶看都没望他眼 扯啊 谁要他在那里猫哩老鼠加慈悲啊 回去告诉你们的孔大人知道 我溪爷 迟早都会和他划清界线的 我溪爷就算是被监生打死 也绝对不会受他姓孔的跌多撕舍 木蝴蝶说完 就要扔那些药回去 但是何天章呢 他是死抱着那些药不放手 他说 哎呀呀大小姐呀 你是真傻呢 还是诈傻的啊 有火呢 你是对着孔生来发 对着那些药来发才行的啊 还要只靠这些药来救回你 契爷的嘛 傻女 王老吉就慢慢地说了 哎呀 硬好那药 看怕都用不了的了 你回去告诉孔大人知道 就说我多得了他 那何天章一边帮王老吉呼约啊 一边就很感慨地说了 哎呀 黄老吉啊 以前听人家说 说一个人在监仓里头呢 是最容易想得通的问题的 这几天啊 我何某真的想清楚很多平时想极都想不明的问题 一直以来 我挨生挨死 发过不少大财 也都破过不少大财 起起落落都不知道为了什么的 现在看来 名华富贵都不过是新爱物而已 是吧 最重要的朋友亲情 黄老吉就说了 何老板啊 你懂得这么想就最好了 如果你有命出得回去 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如果出得回去啊 那我何某绝对不再贪恋京城的荣华富贵 我会立刻翻回岭南 在那儿做个本本份份 规规矩矩的商人啊 哎呀 只不过啊 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废话啊 多余的而已 何老板 我有个办法 可以等你有命翻出去 不过 就要冒些风险啊 嘿嘿嘿 黄老吉 你不要哄我开心啦 你连自己都救不了啦 还怎么救我啊 那黄老吉就对木蝴蝶说了 蝴蝶啊 你拿那个包袱过来给我啦 那木蝴蝶呢 就递了那个包袱过来 黄老吉就从包袱里头 摁了一粒药丸出来 递给了贺天章话啦 喏 你吃了这粒药丸 三个时辰之后就气息全无形同死人的啦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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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就是说... 本来呢 我是准备留下来给自己吃的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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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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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看着那奴头, 哎呀, 慢着, 那个奴头就说, 干嘛呀, 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呀? 我这样是为你着想的, 为我着想? 为我着什么想呀? 那你想想, 朝廷阴反突然间不明不白地死了, 又查不出什么死因, 只是见到你留下的刀口, 那你说, 他究竟是病死的呢? 还是被你杀死的呢? 那当然是病死的了, 你们都是亲眼见的嘛, 我们亲眼见而已, 但是人家会不会信呀? 上面的大人会不会信呀? 九成九会以为是受人指使, 杀人灭口呀, 木胡蝶在旁边添嫌加醋地说, 那就是大罪来的, 要全家斩首的, 那个炉头听到这里, 就真的抹大口, 得个洞了, 那黄老吉呢, 就继续主宠他, 别这样说, 我说的这些全部是为了你好, 信不信你自己拿主意, 不信的话, 你过来补多他几刀, 不过, 到时候就不要怪我不劝你了, 按照我们这样说, 那我真的不下手了吗? 是不是? 那好吧, 我都无谓自找麻烦了, 人家, 跟我拖这个死人出去, 扔去野地那里喂狗, 那几个欲出呢, 就应声而至, 抬起何天章就走出去了, 那何天章这一次呢, 就执回条命了, 那这些是后话了, 这天晚一刻, 黄老吉发了个恶梦, 梦见赖红姑被官府捉住了, 在压护刑场的路上, 他拎着他头过来, 对着黄老吉咽然一笑, 目光之中, 透出无限的眷恋, 黄老吉猛地叫赖红姑, 一下子扎醒, 定眼望下, 原来自己还是在监仓里头, 他笑了笑, 重新睡回来, 但是怎么也睡不着了, 到了第二天一早, 黄老吉还没睡醒, 那个牢头叫醒他, 说有人要见他, 黄老吉十五十六, 跟着那个牢头来到了会客室, 一眼就见到赖红姑, 心中不由得感慨, 昨晚那场梦, 看来是有笑头的, 黄老吉的眼睛有点湿润, 他说, 红姑, 你怎么会来的, 赖红姑也是眼泪汪汪的, 老吉, 他们怎么会打成你这样的, 你真是辛苦了, 那黄老吉呢, 赖红姑马上掩索黄老吉的口, 哎呀, 我不准你说完这些这样的说话, 你不会死的, 那么多劫难, 你都大步拦过了, 难道这一劫, 就拦不得过吗, 黄老吉看着泪流满面的赖红姑, 有点感动, 他说, 红姑啊, 这几年,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流泪, 红姑, 其实我当初是决心不来京城的, 不过后来, 我还是泪了, 其实说到尾, 都是功名利禄之心在那里作怪, 但是想不到, 这次一来, 就令到我的生命行到了尽头了, 如果说, 我这一世人有少少遗憾的话, 那就是, 是什么呀? 唉, 算了, 不说也罢了, 已经是就快要去赛事口的人, 说来都是白说的, 哎呀, 不要这样啦, 你快点说啦, 那我真是说的了, 我今生今世唯一的遗憾, 就是不可以娶你为妻, 泪红姑听错, 她鼻子一酸, 那些眼泪就巴巴巴巴巴流出来了, 你, 你, 你不要说啦, 红姑, 自从我看见你的第一眼开始, 我就很喜欢你, 我知道, 你看我不想, 但是不管怎么说也好, 今天, 我最终将心底里头的说话全部都说出来啦, 不是, 你不会死的, 我发誓, 一定要救你出去, 鸿姑, 有你的这番心意, 我已经很满足的啦, 你千万不要为了我去做傻事啊, 赖红姑就很深情地望着黄老吉华啦, 红姑如果救不了你出去, 那我们就在阴曹地府上相会, 黄老吉动情地拉索赖红姑的手, 红姑啊, 不要说完这些什么啦, 我黄老吉一旦遇难, 你就要迅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你还年轻, 以后还有大把世界的, 只要你记住, 曾经有一个叫黄老吉的人深深地爱过你, 就行了, 这个时候, 路头走过来吹速黄老吉话, 时候到了, 回去了, 那黄老吉呢, 就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赖红姑就依依不醒地望着他, 走出了很远, 黄老吉还能够感受到背后的那一道热热热的目光, 夜深啊, 万赖俱静啊, 只有皇府的书房还穿着灯光, 顺亲王和九门提督正在灯下密针中, 九门提督就说, 依下官之见, 还是尽早杀了那个黄老吉那样好些, 不是的话, 万一西太后要提审, 那怎样包他会说些什么, 怎样不知顺亲王拧出头, 不好, 还是留多他一阵那样好些, 那各位, 那怎样顺亲王不肯杀黄老吉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